作詞・作曲 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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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歌詞 又加了一排橫撞 給框架整體加固 这个你要开始建设之前 应该多跑几家五金店 去测试这个螺丝 因为它来自于不同的厂家 所以质量完全不一样 价格也悬殊很大 我最终在这家老牌的这个五金店里头 这五金店一百多年了 我买到的这一颗这一次螺丝 它既便宜质量又好 便宜能便宜多少呢 它比其他的店里头的便宜一倍 质量能有多好呢 这一百颗螺丝快用完了这一包 到目前没出现一颗有问题的 一包 所以我后来就想 我得这换一下 这一块儿 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把这个上面的领子给它拿过来 下一步的时候就比较好操作 有的朋友可能看不懂啊 就是比方说我现在这边 这边的横梁它的高度是85 那为什么到这里就变成1米2了呢 那因为这个地方设计的是卫生间 它有这个水龙头的这个淋浴的这个操作的部分在这里 所以要在这里伸根 把这个横梁给它提高了 那同样这个横梁呢 我大概要装在这个位置上 非常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卫生间的一个横向的窗户 它是一个扁窗 40公分乘60的扁窗 所以呢 它作为扁窗的脱底梁 给它放在这个部分 有很多朋友对卫街这个不太理解 其实昨天有一个网友留言 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他说想到了旧金山的大桥上面那个卫街的这种工艺 其实从抗震要求上讲呢 这个卫街会比汉街的好得多 因为它的这种在地震来临的时候 整个框架不会因为这个牵拉牵扯或者是震动而托汗 它不会 有很多这个地震幸存下来的钢架的房屋 我们看到它已经非常变形 但是它都不会坍塌 它也不会散下来 这个卫街的工艺很简单 它它唯一的缺陷就是它太费劲了 它需要一点一点的去弄 着急了也不行 着急是肯定不行的 就是慢慢慢慢的弄这些东西 这非常费功夫吧 我觉得费功夫它也是值得的 至少我们换来的是我们对经验的摸索和对这栋房屋的安心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非常值得 这样 就切在这个上面 然后给它连接打住就可以了 OK 正好吗 放在上面 当然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码 然后这个木板在这里 到这里 跟它变在一起 跟它变在一起 拉不上 其实我主要是用这个东西 然后这打两个钉 主要是用这个 它跟它有一个面 看到吗 而且它这个面不能出来 正好吗 那当然 这是马拉斯 2 3 3 4 6 7 7 7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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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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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到 最好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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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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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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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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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5 15 17 19 20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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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把这十根领条都上去了 今天我主要是要把这个十根领条的所有的这些地方进行加固 要给它每个的节点都做处理 都给它重新加固 这样的话把细节做好 不要急着往前走 这些接下来的领条的这个头子 主要是为了接这个屋檐用的 因为主体的那个部分的它没有办法直接下来 所以呢 这个屋檐必须得接出来 接出来之后呢 你看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标记 这是两寸的标记 两寸的标记呢 给它切开了之后留了一个大头 留一个大头 给它上刀 给它用螺丝打上去 那这样的话它就接着 就是处理成这么一个头子 然后呢 在搭接的时候 这样一搭 山脉螺丝一打 侧面呢 这个在做这个连接 那它这样的稳固性就非常高了 再切一下 可以全部打凉菜 下下锁锁锁 不能钓一片 小西芽 z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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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你是谁 谁 那个是免不掉 尽可能减少 你干啥去了 我以为你上铁子了 我以为你上铁子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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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些时间,然后从底到上把所有的接口,所有大街的地方呢,重新去排查一遍,这样的话呢,只要是试一补缺,查一补漏吧,防止有其他的没有做到位的地方,然后重新给它做一遍。 我们就先从底下开始,去看一遍,排查一下,这边,因为当时有的时候做的时候可能会受到条件的限制,比方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加一个这个脚马, 比方说当时遗漏的,像这个地方是可以增加一个脚马的,会增加它左右的这个摇摆的稳固性。 这个地方,因为它左右两片都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增加一个。 缺一颗钉。 这是最后的两根领条。 这是最后的两根领条。 小屋的岩口,这个领条啊,主要是起到那个边瓦,瓦的岩口,打钉的这个作用。 其实力量啊,没有多大。 在这边,我们在这边看着。 在这边看着。 对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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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